我们同人气贫气量的一个消耗的计算就是依照我们平时 进入火场救灾前 全副武装的消防人员先到安全管制人员面前进行名牌扫描 金融市消防局率全国之先 在107年就开发救灾安全管制系统APP软体 以确实掌握消防人员进入火场状况 为了强化这项救灾安全管制系统的功能 金融四大庙之一的慈云市特别捐赠10万元 协助进行软体升级 因为我们那个消防局的消防人员拥有的 他们真的很辛苦 所以他们现在要装一种APP系统 他们才知道救灾人员到里面是否安全 所以我就代表残云市尽一点点心意 慈云市的散举也获得民间三星人士响应 同时捐赠消防局六台救灾平板电脑 以及300片的管制名牌 让金融市消防局长陈隆辉相当感激 这个应该算是我们整个安全管制APP的一个2.0版 那因为我们在五年前我们开始使用这个安全管制APP 来做我们同人进入火场救灾的一个管制的一个依据 那感谢那个主委这次捐了这些东西以后呢 我们进阶到2.0版以后对同人的整个气瓶的管制 还有他那个整个名牌进去同人的一个安全管制 有更大的一个保障 对进入火场搜救灭火的消防人员来说 这一项救灾安全管制系统更有如救命力气般的可靠 我们在进火场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背着那个面罩这样进去 那有时候在进去的时候我们在针对人脸辨识的时候比较不好辨识 如果他进去的话他直接扫Q码的话 因为有时候我们九个分队人比较多 我们同时支援用扫Q码的话 会方便我们那个平板管制的使用这样子 除了透过QR Code扫描快速将火场相关资讯带入管制系统外 更新后的救灾安全管制系统更能及时计算出 进入火场的救灾人员空气呼吸器剩余气量 让指挥官得以做最妥事的人员调度 保障每位消防弟兄的生命安全 那在平板电脑里面就看到这个同人他达到100下 罢100罢以下或是50罢以下都会提出警告 这个同人就会赶快出来 那我们指挥官也会呼叫 用无线电呼叫他请他赶快出来 消防局方面表示将持续加强外勤消防人员软体操作训练 让每一位在火灾现场担任安全管制的人员 都能熟练的操作软体落实安全管制任务 职员市正不正 正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拜计者走赞 香港资mon员 学贡 qué 的